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鼻梁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现在我们播报一下 乌冬大战的最新的动向 以及国际的一些 最新的一些国家的一些政策 对国际的粮油市场的影响 还有一个播报两件事 播报一件事情 就是 现在开始出现了一些 这样的一些事情 在西班牙发生的 主角呢 是俄罗斯的两名天然气寡头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介绍一下 目前俄军的行动 俄军一天攻下42个村镇 俄乌冲突马上快两个月了 二月底 普京一声令下 俄军特别军事行动开启 于近日拿下战略要塞 马里乌波 迎来有利局面 紧亚述钢铁厂内 还有乌方武装连员 俄军计划完全清理 还需要三到四天 而4月21日 也是普京一声令下 将对钢铁厂的强攻改为封锁 没必要让俄军 在地下设施间爬行 只需确保 一时苍蝇飞不出来 就可以了 俄国防部长邵一谷表示 在解放马里乌波尔的过程中 4000多人被消灭了 1478人投降 另外2000多人被困在 亚述钢铁厂的厂区内 8年来 马里乌波尔集结了大量武器 重型装甲设备 该城市实际上已成为 强大的射防区和亚述营的大本营 马里乌波尔的武装分子 曾拥有能够打到俄城市的导弹 他们撤退时至少有四次用平民 为自己做掩护 并将他们从房屋地下室里面赶出去 那么如今已有超过 14万2000名平民 从马里乌波尔撤离 钢铁厂内还有很多伤者 惶惶不安的外国雇佣兵 俄军没有必要 再投入大量兵力 进行堡垒般的内部 毕竟不熟悉环境是作战踏击 维尔不打 残步如问中之鳖 再难成大事 俄军已经腾出更多兵力 围困顿巴斯的乌军主力 顿尼斯克武装突击部队 已开始撤出 马里乌波尔 西方对俄乌战局的分析 也开始出现变化 一些西方官员开始认为 尽管普京有可能实现不了战前目标 但如今在乌克兰获胜的可能性 正在增大 普京能处于获胜的位置 并且在最坏的情况下 还可能导致俄罗斯 重新设施他们的一些战前目标 例如对基辅和奥德萨 重新发起进攻 俄罗斯已开始解决 在路径开始时 阻碍其军队的一些问题 指挥和控制变得更加有效 很明显 他们有使用无灵机 并将其整合到他们部队中 以及在使用火炮方面 变得更加聪明 目前 俄罗斯过去的一天当中 已经控制了42个 乌克兰 乌东地区的村镇 那么 有美国阵囊 有美国国防部阵囊团也证实 俄军在取得了轻微进展 占领了主要前线城市 卢比日内和波帕斯纳的部分地区 在三月初 就被俄军控制的赫尔松 该州 卡扎奇拉格里镇的当地政府大楼上的乌克兰国旗 于4月21日被取下 升起了俄罗斯国旗 俄军22日称 以获得乌克兰安全局 赫尔松地区分局所有骨干人员的生命信息 一些人曾参与秘密行动 在不受乌军控制的区域开展 直接破坏行动 那么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拜登他现在不相信 马里乌布尔发生的战事 他认为马里乌布尔 这里的乌克兰抵抗军 乌纳会很顽强拖住俄罗斯 他不相信自己会输 赢 我上一期已经讲过了 赢刻在他们的基因当中了 他们不能够接受失败 任何的风吹草动 只要跟中国跟俄罗斯相关的风吹草动 他妈的他们就是睡不着觉 会抓狂 歇斯底里 从所罗门群岛我们可以看出来 西方的歇斯底里 美国的衰败 小国家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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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村 都不理他 在马里乌布尔 俄罗斯已经把亚述银困在这个地下 让他自生自灭了 拜登说 不可能 这里没有被解放 他还在这里进攻 他们还在拖出普京 我们就这样赢得胜利 对吧 所以我跟各位讲 白左 他有一套 阿Q疗法 阿Q的这一套疗法 所以说 你没办法和他们正常交流 我相信跟白左接触过的人 都没办法和他们正常交流 那么 拜登他不相信发生的这一切 那俄罗斯在这里确实 稳扎稳打 速度很快 攻势凌利 一天攻下42个村镇 这个叫做轻微的进展吗 这是很快速的进展了 大家有所不知啊 他这种自然村 不像中国自然村 比较小 那国外的这种自然村 他的面积非常大 他的一个村 他的一个乡镇 他就称为一个自然村 他的一个镇的范围 还要再更加大一点 更加大一点 因为人家人口稀少 所以他控制的范围呢 是越来越大 而且现在我说过 俄罗斯中部战区的司令员 副司令 他已经讲了 说俄罗斯下一阶段的目标 是以这个 这个解放多巴斯 和这个控制乌克兰南部为主 那 这引起了摩尔多瓦的恐惧 也引起了西方的这个敏感 为什么 因为摩尔多瓦 他有一个德佐共和国 德佐共和国 我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德佐共和国 有一千五百名俄军在那边 以保护苏联时期的 大型军火库为名 在那边驻扎 实际上也是牵制摩尔多瓦 不允许摩尔多瓦 倒向西方的一颗重要棋子 因为你摩尔多瓦 你内部的这个领土都不完整 你怎么搞 而且这个地区 他又跟乌克兰接壤 跟乌克兰都是接壤的 那么 俄罗斯他这个目标 定位乌克兰南部 他这个南部是哪一个范围 是现在的赫尔松地区 马里乌巴尔这一线 还是说包括奥德萨 包括尼古拉耶夫 乌克兰南部两座大臣 彻底把乌克兰变成一个内陆国家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 他现在就是说 加强对这个地方的控制 加强对这个地方 对西部地区的 这个空袭跟这个进攻 那么 是一种骚扰的性质 那么重点是 把乌东这边的乌克兰军队 全部给他解决掉 几乎每一次袭击 都能解决掉一个赢的兵力 所以说速度解决起来是很快的 所以说往前进 口袋越来越扎紧 越来越打 打的是非常猛烈的 他所谓摧毁的目标 都是这些军人 是肉体 肉体 那也就是说 现在俄军 他已经取得主动 大家要知道 在战场初期 如果有些不顺 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老兵说的 中国也需要一场局部战争 来检验我们的武器发展 和我们的战术 来检验我们军队 因为我说过 你军事演习 你演得再漂亮 演得再好 跟实战是不一样的 这个大家还要说吗 你平时打篮球 打野球 跟你这二八年去参加 业余比赛 半职业的比赛 那打的是一回事吗 不是一回事 正常的上去比赛 那完全不一样的 气氛不一样 心态也不一样 对吧 所以说俄军 平时他可能 他有这方面的演习 但是你真的去上战场了 要这里去死了 那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而且也很正常 你想玩一些体育运动 刚开始上来 都要练练手 对吧 唱歌 你到KTV唱歌 都得要什么 这个开嗓 他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很正常 那现在 他有没有可能 不停地在调整 他的目标 有可能 我说过 他一开始只是说 特别军事行动 消灭乌克兰的有生力量 然后再把乌冬给解放 对吧 那现在他有改变 把乌冬解放的同时 还要控制乌克兰 整个南部地区 他这个南部 到底面积范围有多大 会不会把这个德祖共和国 也包含在里面 你摩尔多瓦 最近跟欧洲 跟北约 跟美国关系很密切 对不对 是不是该给你点颜色看 你格鲁吉亚叽叽歪歪的 那就传出南澳赛提 要加入俄罗斯了 那俄罗斯的军队 直接就是部署在南澳赛提 靠近你 格鲁吉亚首都的这个地方 地比利斯 我都去过这些地方 离那个南澳赛提很近 都是起 所以说现在普京 反过来搞他们 搞得他们都没有办法 任何办法都没有 不到没有办法 可能对欧洲的小伙伴来讲 又是一个坏消息 印尼总统禁止 宣布禁止食用油出口 引发全球市场震荡 那大家要知道 印尼它也是一个 很牛逼的产油国 它这个产油呢 产的是什么油呢 是食用油 我们来看一下 印度尼西亚总统 佐科维多多 日前召开内阁会议 宣布从4月28日起 停止印尼所有食用油 和食用油原材料出口 这一政策 皆在确保印尼 作为全球最大 棕榈油生产国 和出口国的 国内食品供应 同时在全球食品市场 引起 食品油市场 引起震荡 佐科总统表示 将执行食品油 和食用油原料的 出口禁令 直至今后将稳定的日期 这项政策 是在一次关于 满足人民 基本需求的会议上 决定的 目前印尼国内 食用油供应方面 已出现暂时短缺的情况 印尼财长表示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印尼新的棕榈油 出口禁令 或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但为了降低印尼国内 因俄乌冲突 而飙升的食用油价格 这一做法是必要的 他表示 在供应求的情况下 22日宣布 出口禁令 是政府在之前的措施 未能稳定国内价格 先后能采取的 最严厉举托之一 就全球供应而言 我们知道 这不会是最好的结果 如果我们不出口 肯定会对其他国家 造成冲击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 棕榈油生产国 占全球供应量的一半以上 棕榈油通常被 用于生产食用油 加工食品 乃至化妆品和生物 兰料等商品 中国和印度是 印尼棕榈油的 主要进口国 印尼新增在全球食品油行业 市场引起震荡 引起震荡 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豆油期货22日 盘中一度上涨 与3%触及每一半 84美分的历史新高 4月22日 中国期货夜盘开盘后 棕榈油涨超 2.8 豆油涨2.7 菜籽油涨1.75 近期国际食用油 价格大涨 联合国粮农组织 4月8日发布消息显示 植物油价格指数 3月环比增幅为23.2% 原因是葵花油 葵花籽油 暴涨 这个 报价上涨 而乌克兰是全球主要的 葵花籽油出口国 中国商务部市场运行监测系统 显示 4月11日至17日 中国食用农产品市场内 豆油 菜籽油 花生油 批发价格分别上涨 0.7% 0.7%和0.1% 这个又不是一个好消息 对吧 当然了 这些价格上涨 对欧洲的粮油的价格 也是会有一些波及的 也会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 所以说 这个俄乌战争打的时间越长 对欧洲 对世界都没啥好处 尤其是对欧洲 没有任何的好处 那么 所以说普京现在 在乌克兰这边 给人感觉像是 以战养战的感觉 我感觉是有这种可能性 他好像在这边打了 尝了很多甜头 反而是 这个仗打的 人家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但是你要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那美国一天当晚打仗 目的是什么 如果这场仗我打的能挣钱 那我愿意打这场仗 那美国确实 他有些仗打的 他确实在挣钱 他确实在叙利亚 伊拉克这边抢石油 倒卖石油 确实在这边赚钞票 是吧 所以说 俄罗斯也是在这边打的 你看这些通货膨胀这么高 他当然挣钱 他算过仗 金打戏算过 我可能所有的账赚 赚十块钱 我乌克兰战争 这边就花了两三块钱 我还能赚六七块钱呢 那他当然打这个仗了 慢慢给你耗吧 把你欧洲耗的 都让你跪地囚牢 这就是什么 欧洲呢 本来是 甲方 俄罗斯像乙方一样 给他们攻气 韬光养晦这么多年 现在呢 就是要全力反转 俄罗斯变甲方 他们要变乙方 那现在就是俄罗斯要开价嘛 所以说到这个天然气 我们要说另外一件事情 俄罗斯两富商 先后发生灭门残 两人均与天然气工业银行 关系密切 俄罗斯塔斯社报道 前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 副总裁阿瓦耶夫 18日在莫斯科寓所 被发现重弹身亡 死者包括阿瓦耶夫 他47岁妻子 及13岁小女儿 据称是其26岁的大女 无法联系上家人 因而发现这些财 莫斯科调查部门表示 目前优先考量的是 阿瓦耶夫射杀了 妻子与女儿 然后举枪自尽 阿瓦耶夫一家死因未明 有指示 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导致一家出现财务危机 但有邻居认为 阿瓦耶夫不可能杀人 认为一家可能遭到谋杀 在另一边 在西班牙度假 55岁的俄罗斯寡头 波托生亚被发现 上吊身亡 其妻女被刺杀身亡 波托生亚的遗体 于19日被发现 房间内发现燃血的斧头及刀 波托生亚是俄罗斯天然气 生产商 诺瓦泰克前副总裁 与总会计师 诺瓦泰克与俄罗斯天然气股份 工业银行关系密切 波托生亚和妻女 租下位于西班牙 加泰罗尼亚城镇的一家豪华别墅 要在那度过复活节假期 当地媒体报道 指波托生亚 能在法国的儿子 因无法联络其家人 再通报警方 才发现命案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 警方目前倾向波托生亚先杀死妻女 接着自意 又或者是全家遭谋杀 然后故意布阵 两名富豪都没有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被列入国际制裁名单 目前未知两人死亡与否关联 这件事情 他们两个没有被制裁 那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不是普京干的 普京没有这个动机去干他们 为什么 现在去干他们 这意义在哪里 对吧 所以我认为 这个是美国CIA干的 美国CIA干的这个事情 然后呢 嫁祸给俄罗斯 你看他们两个没有被制裁 普京因为他们两个没有被制裁 所以说认为他们跟西方有勾结 把他们干死 又给普京扣一个帽子 对吧 大家也知道 有些时候 有些在压力的状况之下 国内的一些反贼 他就会跳得越欢 那么俄罗斯在打乌克兰 国内的一些反贼 尤其这些特务 安全部门的 肯定他妈的 跟他妈西方勾勾搭搭的 干些脏火 干些事情 所以说我跟各位讲 对于安全部门的控制 必须达到百分之百 尤其是 越是危难的时刻 越是危机的时刻 越是紧张的时刻 发生大事的时刻 破坏分子越是会 漏龟头 中国其实现在也在干这样的事情 是吧 所以大家也会懂一些 工作主进入一些单位的目的是什么 在这个大战之前 绝对会这么做 所以说 现在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跟阴谋 我们要做的就是个体的决心 好吧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老编 大家喜欢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